第一個題目說 請你把這些角度換成弧 就換成π的意思啦 好 所以我們看 D 個怎麼做 D 個 我們就假設怎麼辦 我們把我們要的弧度換成什麼 換成θ 表示 所以就用比例去分配就好 就是 15 度分之θ 會等於 180 度分之π 這樣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因為 180 度就是π 沒錯吧 按加把那個 15 度比過就好 所以很簡單 答案是什麼 C 到底多少 就是 180 度分之π 乘上 15 度 然後我教你 度跟度可以消掉 OK 15 跟 180 度也可以約分 這是 1 這多少 12 吧 你說 欸 14 啦 14 應該 14 吧 12 嗎 對 12 12 實在沒錯 所以那個答案等於多少 十二分之π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可以的話呢 來一次再推 第二點就一樣方法囉 一樣就是 135 度分之θ 會等於 180 度分之π 所以你θ 搞 θ θ 就等於 180 度分之θ 乘以135 好 所以就約分吧 好 約分 就寫錯了這寫π 所以用多少 用 15 約好了好不好 這裡是 12 這裡 11 所以才知道答案等於 十二分之 那是 11 嗎 15 好像不是 11 喔 對不起 好像是 9 吧 等於 12 分之 9 拍 所以就要答案等於 4 分之 3 這樣子 會啦 好 那第三個的話呢 是-420 對不對 那就可以有一樣的方法啦 來 你就怎麼算 直接拿-420 乘以 180 分之π就好 會啦 開始約分 約分 你用 6 去約 3 7 所以才是-7 拍 會啦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吧 好 好 好